大量土石狭带泥沙堆积在路边 边坡中央凸了一大块 新鬼市细致的伯爵山庄在大雨侵袭下 山坡土石松动造成边坡大面积滑落 山坡上的巨大灯塔塔基看起来摇摇欲坠 前一晚紧急撤离百人 但还是有住户不愿离开 山人会怕稍微下来关心一下 常常这样的时候没有感觉 今天工程单位会来覆盖会来清运这样的 所以现在暂时是不用修满手 这没有问题 要清晰完毕就好了 锁性土石崩塌处距离塔基还有6到10公尺 暂时没有安全问题 但台电还是先断电 启用临时供电 也将高压电塔周边紧急处置 上面滑落的一个边坡 还是需要做防护的一个处理 所以我们早上会把一个帆布 先做一个边坡的防护 然后待会我们用沙包 把水路去做一个导引 以确保三项那边的土石不会再继续滑落 电塔的安全跟边坡的安全原则之下 再来做恢复供电的一个作业 那大家如果临时的恢复供电 我们是请台电 是先做临时的一个供电的回路的一个供应 虽然事发后 新北市长侯友宜 也从新竹赶回了解救灾状况 但还是有民众在脸书开骂 细致像边缘人一样 还大酸 细致土石流 友谊 新竹游 在整个强占领快来的时候 我就立即赶回来作证指挥 让市民能够安全安置好 高压变电厂设在活节双庄 造成居民在生活上的压力 我建议台电应该一劳永逸 让高压电厂安全反地 虽然台电打爆票 电塔安全没有问题 不过就怕大雨不断造成更大灾情 电塔搬迁 或许才是解除危机的最佳方案 华语新闻 郭思文 王毅德 新北市采访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